胖胖狐 点击订阅哦 亨利的宇宙之旅 漆黑的夜晚 亨利正要去睡觉 你应该把玩具放回原处 妈妈 您不是让我赶快去睡觉吗 一如往常的 亨利今天也没有把玩具收拾好 这天夜晚 亨利睡得正香 这是什么声音 好像是从那传出来的 因为你 我都来不及了 赶紧把窗户打开 亨利吓了一跳 他打开窗户 小宇宙飞船落机 咻的一下飞到了窗外 可是亨利的睡衣衣角 夹到落机的翅膀上了 救命啊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因为你把玩具弄得乱七八糟 我都要迟到了 你跟来干嘛 真烦人 对不起 落机 今后我一定把玩具都放回原处 来 打勾勾 真的 那我可要看看啦 亨利和落机一起飞向宇宙 哇 章鱼星 王冠星 汽车星 花朵星 哇 太棒了 一闪一闪的是宝石星啊 脆脆的爆米花心 还有清爽的可乐心 真好喝 圆圆的甜甜圈心真神奇 中间的圆圈就像隧道 经过最后一个甜甜圈心时 巧克力滴进我眼睛里了 我看不见前面啦 没事吧 谢谢你 不客气 能帮助落机 亨利觉得特别高兴 在宇宙里飞了又飞 他们到达了 洛基朋友们生活的 朋友心 洛基和亨利 跟朋友心的朋友们一起 一边聊天 一边开心地跳舞 不知不觉 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们该回去了 欢迎再来玩 哦 一定来玩 亨利家的房子 越来越近了 洛基 下次出去的时候 也一定要带着我 那你能保证 好好整理玩具吗 当然啦 以后玩完的玩具 都要放回原处 我要成为整理王 真是一次开心的旅行耶 我也觉得呢 谢谢你 洛基 亨利和洛基 一躺到床上就睡着了 他们俩在梦里 又去宇宙旅行了 一起来碰碰碰湖 APP玩吧 放置 放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